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伊梦黄梁 播讲欢迎空 第265章 气呀 你救了孙萌萌 这是功劳 背后附带的功德不小 抽一次奖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之后将人贩子的图像 传递给吕梁 那么这个案子就还没有完 后续还会发生其他的事情 若是那些人贩子都抓到了 若是孩子都救出来了 那么这些功德自然而然的 会融入这次事件当中 不过呀 如果你选择抽奖 那么就代表你主动承认 这次事件结束了 后面的功德也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系统慢悠悠的道 方正文言顿时就愣住了 没想到还能这样啊 不过方正怎么听都觉得 这系统似乎在坑人呢 这是摆明了不想给他奖励呀 这么好的待遇 啥子才现在抽奖呢 虽然是付菲不已 不过方正还是选择放弃了抽奖的念头啊 到山上 方正还没有进寺院的门 就闻到了一股清香味 那是竹笋的清香味 这两个浑蛋 本住持出去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 他们两个竟然在家里吃小灶 吃大餐 方正火了 独狼也叫道 太没天理了 太没王法了 住持 你应该好好教训一下他们两个 他们 咱们寺院里除了猴子还有别人吗 松鼠突然从方正怀里冒出头来问道 方正愕然了 这才想起来 松鼠跟他们一起去的呀 只不过这一路上 貌似他没啥事啊 方正问道 松鼠啊 你一直在干啥呀 我跟你们去救萌萌啊 只不过你们比我跑得快 肩膀站不住 我就钻进去躲风了 然后还挺暖和的 挺舒服 挺稳的 我就睡着了 松鼠说到后面是声音越来越小 小手捂着胸口乱点 显然是害羞了 方正彻底无语了 这个小东西还腼腆上了 不过 他果然更适合看家 进了门 入了后院 就看到猴子坐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拨着竹笋 是竹笋 拨远处放着锄头 筐里还有不少的没拨呢 另一边则放着拨好的竹笋 不过呀 这些竹笋似乎都有点残缺 就在这时 猴子拨好了一个 然后拨下一块 扔进嘴里 吃的那是香甜呢 方正顿时明白了 为什么那些竹笋都带缺口了 听到动静 猴子吓一跳 看到方正等人 立刻就跑了过来 问道 住持 人救了吗 还有啊 我再给你们准备 午饭成果呢 方正拍了拍猴子的脑袋道 嗯 干得不错啊 桌子坏了还没修好 你把锄头还回去吧 顺便去孙前进家 借几个锤子和几个钉子啊 嗯 算了主要是钉子 猴子也没多想啊 撒腿就撩了 浑然没有看到 身后寺院大门边上 一个光头在上 一个狗头在下 一个松鼠在最下 同时伸了出来 看着猴子一溜烟的跑霉了 同时咧嘴笑了 方正笑道 行了 这个没干活的下山了 现在是庆功大会 开吃吧 于是乎 三个家伙跑到后院 拿起来煮笋 擦干净 咔咔咔就吃了起来 入口香甜 滑嫩 越吃越想吃 越吃越上瘾 同时方正给孙前进 打了一个电话 约好要钉子的事情 帮他把女儿找来 要几个钉子 那不过分吧 几个家伙狼吞虎咽的 吃的是无比舒爽 猴子终究不是人呢 人上山要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但是猴子一个人也得是半个多小时 几个家伙吃的 吃的爽了 但是忘记时间了 正吃着呢 一阵脚步声传来 接着猴子来了 猴子一进后院 就看到三个混蛋蹲在那儿 把他辛苦剥了一下午的竹笋 吃的差不多了 那一瞬间 方正感觉到了杀机 直接将手里的竹笋 塞在了毒狼张开他大嘴里 然后起身 宣了一句佛号道 阿弥陀佛 你们两个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 吃猴子剥好的竹笋 太不像话了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平松困了 说完 方正走禅房 就是走了 大门一关上 就听到外面传来猴子愤怒的咆哮声 接着就是棍棒乱甩 毒狼是闹闹直叫啊 松鼠吱吱直叫 方正摇摇头 他太暴力了 说完 方正躺到床上 倒头就睡 虽然看起来轻松 但是连续施法神通后 方正明显感觉脑子晕得厉害 坚持了这么久 依然没有好转 躺在床上 方正立刻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 仿佛梦见了什么 却又看不清楚 傍晚的时候 方正才爬起来 让方正惊讶的是 他竟然闻到了精米的香味 跑到厨房一看 只见松鼠站在房梁上指挥 毒狼用爪子往灶坑里填柴火 猴子则在一边看着 这三个小东西竟然联合开始做饭了 方正这才想到 当初他眼瞎的那几天 可不就是毒狼松鼠 还有猴子他们一起做的饭吗 两个小家伙早已经熟悉了流程了 只不过手脚不好使而已 但是有了猴子这个帮手后 那么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方正笑了笑 掀开锅盖看了看 然后就傻眼了 锅里竟然放了半锅水 猴子 谁告诉你放这么多水的 啊 方正苦拨的问道 猴子立刻指着松鼠 松鼠一污脸 转身就给方正一个肥屁股 方正苦笑道 得了 今天准备喝粥吧 说完 方正去弄了些竹笋 掰碎了 昨天剩下的青菜撕碎了 一起扔进去 结果吃一口 嗯 味道还不错 青菜的香味 竹笋的清香 精米的甜腻 凑到了一起 竟然辣么好喝 那么好气 吃完了晚饭 方正拿着猴子带来的钉子 把桌子拿了过来 原本桌子腿放好 钉子对准了 然后抬手一挡 一巴掌就拍了下去 砰的一声 钉子直接没入到木板当中 连续钉了三个钉子 方正试了试 嗯 还行 虽然有点摇晃 至少能用 一夜无画 第二天 第二天一起来 方正就乐了 院子里的几个角落 多了几根清脆的竹子 顺着后窗窝看去 已经有了一片小竹林了 按照这速度 不出一个月 这山上就能有一大片竹林 这么一大片竹林 注定是藏不住的 每两天就被施工队的人看到了 然后山下的村民就知道了 然后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了 没办法 东北出现的竹子 这可是新鲜玩意 本集播讲完毕 9月9日的连 knot 连送完毕